女人心里没有你,才会在这四方面经常挑剔你 很多情侣之间在恋爱当中逐渐发现对方的缺点 大同小异的缺点没关系 如果是过分的缺点,对方提出意见 很多情侣之间相互磨合是正常的 在爱情里,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你的缺点挑剔你 说明她看不上你 并且女人心里没有你,才会在这四方面经常挑剔你 一,经常挑剔你的相貌形象 在爱情里,如果一个女人经常挑剔你的相貌形象 说明她心里没有你 她和你在一起不是爱你,只是因为你爱她而已 说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是不平等的 你爱她,自然而然对她好 关心她,包容她,宠爱她 愿意为她花钱,她认为你对她好是理所当然的 她不懂得用真情回馈你 这种现象,说明女人极有可能把你当成备胎 她才会挑剔你的相貌形象 并且无视你的内在的优点 一些客观的东西也是无法改变的 女人挑剔你的身高 身高是你没法改变的 女人挑剔你鼻子不挺 眼睛太小,笑起来不好看 女人潜台词是让你去整容 这样一个女人怎么相信会爱你 她对你完全不上心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挑剔你的相貌形象 说明女人心里没有你 二,经常挑剔你的穿衣品味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穿衣品味 过意追求穿衣品味也是一种浮夸 说明这个人的内心不懂得真正适合自己的 而且她盲目跟风没组见 在爱情里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挑剔你的穿衣品味 说明女人剥夺你的私人权利 你觉得那件衣服明明适合你 她嫌你品味低 这种现象说明两个人的品味差异很大 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帮助你提升品味 她不会是挑剔你态度 而她却是挑剔你 那么她不会好言好语和你说话 说明她对你的爱很虚伪 三,经常挑剔你的兴趣爱好 你有养宠物的爱好 养了一只好几年的宠物猫 女人却挑剔你这个爱好 强求你把宠物猫送走不让养 你不同意 两个人吵架了 这一天你发现宠物猫丢了 女人说把猫放养了 这种现象说明女人不尊重你 不经过你同意扔了你的宠物猫 女人无视你的感受 你在女人心里没地位 四,经常挑剔你的经济条件 爱情里如果女人经常挑剔你的经济条件 说明她嫌你没钱 她把钱看得比你重要 那么她很有可能因为钱和你分手 说明女人心里没有你 如果女人觉得你经济条件不太好 她会督促你求上进 而不是用挑剔你的方式让你心寒 所以女人心里没有你 才会在这事方面经常挑剔你